另外来看到这到底合不合理 很多人都说这真的是涨价涨得岂有此理 油价涨了以后 我们很多民生物资也要跟得涨了 像是洗髮精 甚至就连咖啡都要再涨价 业者就解释了 他说因为油价带动塑料还有包材的价格 未来的运输成本也会增加 所以是不得已只好调整价格 热水搅拌冲泡咖啡粉传出阵阵咖啡香 但4月开始想要来上一杯 荷包又得缩水 因为咖啡又涨价了 差不多100多块200块这样 400多块 这个太贵了吧 它还蛮常涨的 消费者大吃一惊 因为连知名厂商雀巢 指定出给大卖场的便宜包装 都悄悄涨了40块 经典原味咖啡粉500克装 从379涨破400元 涨幅11% 但变贵的不止咖啡粉 民众发现超商常卖的左岸咖啡 同样240毫升 新包装卖30元 比旧包装贵了5块 统一证实 左岸系列三款咖啡 一款奶茶 陆续换装后全部涨价 原因是从杯升到杯盖 甚至是铝箔锋锋 这类石化原料提炼的塑化包裁 三年内涨了35% 运速经会影响 运费的价格提升 这经会影响 但这样一来 价格逼近连锁现充咖啡 消费者几乎没有选择 紧接奶粉果之后 咖啡也贵嗓嗓 民众钞票真的越变越薄 中间新闻何国人范锡 于台北参报道 中间新闻资格 empty 中间新闻资格连锦